大家好 星期二得到 今天是2021年4月13日 星期二 特朗普最近 可以說是一直都沒什麼時間過 他跟他的拍檔蓬佩奧 亦都 不斷出招 蓬佩奧 我們稍後再說 我們上半節主要說特朗普 特朗普 在這個10日晚 出席共和黨的大會 大會主要是他一班金主 全部都有出席的 大會 大會是押續演講 演講裏面 一直以來都是為了共和黨 未來2022年可以贏得 中期選舉 為了團結整個共和黨 提振士氣 為了團結整個共和黨 為了團結整個共和黨 但是 說到最後的時候 共和黨 他 突然爆肚 一時間應該忍不住 痛買了麥康內爾 是一個死硬的書家 還在串他那個 麥康內爾的老婆 運輸部長趙小蘭 我們也知道趙小蘭 靠著中共的關係 做起大生意 以往一直都沒有生意做的人 突然間就爆發 成為了一個大生意人 憑著他的錢 幫趙小蘭上位 然後 憑著他的錢 他的財力 其實就是中共在背後支撐 把麥康內爾捧上共和黨 前列的領導的位置 所以特朗普 對於他們那種 反叛 尤其是麥康內爾竟然投票 支持 這個支持 彈黑 當然是一個 共和黨的內奸 特朗普大罵他們 跟著 特朗普亦都這樣說 亦都對彭斯十分之失望 當然彭斯在最後的表現 亦都令人很失望 亦都不敢背負着他那個 做得到的影響力 亦都不敢運用他的影響力 然後 他罵完之後 特朗普 回到他海湖莊園的家 應該就是 車 車載回一大堆 那些 共和黨的 議會的高層 他 接駁巴士 車載他們 從會場 四季酒店 車到 特朗普的海湖莊園 裏面的新屋 不過 建制派 共和黨的參議院 第二號人物 洪恩 特朗普的新聞 就在霍視新聞 就在霍視新聞 就說 特朗普 攻擊 麥康奈爾 其實就不太好 他說 還是 特朗普的風格 就是 延遲攻擊 辛辣 他的性格 還是一樣 沒有改變 他就打完 他認為 麥康奈爾 以及特朗普 是有共同的目標的 就是幫共和黨 奪回 2020年 奪回國會的多數 洪恩表示 說到底希望這個目標能夠團結 共和黨 要打敗民主黨最好的方式就是團結 得而可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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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結 一定是最理想的做法 但是有一件事其實很簡單 就是 敵人一定不想你團結 你要知道 一個人打仗 一個國家或者一個團隊要打仗 敵人是一定不想你團結的 這件事 其實就是每一個事項大家都注意到 當敵人不想你團結的時候 你就向前衝 後面就有人騷擾你 向你開槍 好像新四軍 對於國民黨的騷擾 國民黨想專心抗日 沒有辦法 就是被新四軍不斷騷擾 所以他忍不住要消滅整個新四軍 這個情況 其實我們也遇到的 我們每一天 大家有眼看 耳聽 聽到我們 看到我們在做甚麼 我們每天的目標 就是對準政權 對準港共 對準中共 每天就是找他們的壞事出來說 每天就是提供一些方法 想著怎樣擊破他們 但是我們 基本上是近一個多兩個月來 是不斷受到 那些聲稱是同路人的攻擊 放很多資料在網上 放假資料 攻擊我們 又說我們收共產黨錢 你有沒有見過一個罵了共產黨那麼多年 我們沒有停過 我2014年開咪 又以來沒有停過罵共產黨 2014年我們有檢查記錄 從炮打施令部罵到現在 我們沒有停止過 當然就可以罵共產黨 我們還有罵一些 好 這個 好像 接近內奸的香港民主黨 罵一些泛民 罵他們那種 那種策略 罵一些捉鬼的行為 罵一些 親泛民的一些人 是不是 他們在破壞大局 整個大局在他們一手破壞 交化這場運動 我們的手足腹出鮮血 然後就有人出來收割 這群收割的人 其實都是我們的敵人 因為他們很多人 其實在2014年之後就是這樣 2014年之後 整個運動好像瓦解了 到了2016年 17年 尤其是2017年 有一群白票黨出現 對於 胡蘇登投票 當然很多人說 即使你投胡蘇登也不一定贏 問題我們是要團結 你看到有人竟然是幫林鄭月娥說話的 當年2017年年初 那個叫社民年 然後就說 投給胡蘇登也沒有用 她跟林鄭月娥一樣的壞 可能更壞 意味著甚麼 你就正在幫林鄭月娥拉票 胡蘇登也是個壞 我們的敵人是無處不在的 中共是不想我們團結的 我們的團結 是要每個目標一致的 而我們最近發覺了有一群人目標不一致 我們沒有說過其他人的 我們從來都 不會去評論的 因為我們認為我們的敵人 是中共 但是為甚麼我們現在要反擊呢 當我們反擊的時候 有人就說 傷安無事 我們不想聽到你吵架 現在不是吵架 我們被人攻擊了很久 很久 我們忍不住 沒有辦法要說 大家想想 我們是單方面受攻擊的 我們沒有說過話 是不是呀 吵架 想吞吞了我台的一個死老千 其實老千 我們都嚴正一點 他是在街邊的賊 在街邊想搶東西的賊 是不是呀 只是當時 我相信他 只是因為我相信他 就是這樣 沒有其他東西 當然啦 我們的台也有三宗的叛變事件 其中一宗就算是 比較相對和平一點 這些有時間 有機會我們再說 大匪這宗就是我們台第一宗的叛變事件 街頭的賊人 因為老千不說得上 老千要很有智慧 相信他也不是很有智慧 他不說我 也沒有其他view 你看回我們那個 整個節目 我們這麼多 這麼久以來 我們一年 跑了4億的view 我們前一年 即是這個運動爆發之前 我們沒有那麼多view 但是你看回我們之前的影片 我們基本上 一直以來 是始終如一的 一路堅持 反抗共產黨 一向堅持反抗港共政權 當有時 那個氣勢不夠 人家的氣勢強的時候 你就說話嘲諷一下 問題就是 我們想團結 我們希望其他人團結 其他人團結 不要緊 當有鬼來搞我們的時候 你不要對準槍頭 不要對準槍頭 你的槍頭是向著鬼 不是向著我們 當然也有 假扮我們支持者 走來 挑撥離間 分化我們的支持者 這些 其實也不能避免 所以 團結兩個字 說得很容易 做得很難 我們想團結 我們希望大家一次向中共 問題就是 當對著中共的時候有人向我們 開槍 他們可能覺得 消滅了你一個 升旗易得道 我們不可以瓜分你 當然啦 這件事 他們 當然是達不到效果 因為你看看他們的View有沒有升到呢 有 說我們 唱我們那一刻 說我們那一刻 就比平時的View高很多 一不說我們就沒有View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我們的主頻道沒有了 你瓜分到嗎 你瓜分不到 當然我們的View是跌了 這個是事實來的 我們的訂閱人數只剩下1萬個 只剩下1成 只剩下我們的主頻道的1成 但是這個不要緊 慢慢我們要做得回 我們也沒有辦法了 一來沒有辦法 二來我們只能夠接受現實 我們只能夠默默地做 對抗這個中共的 路上我們當然也有很多同路人 你看起來以為不是同路人的 可能是同路人 但是表面上說是同路人的 往往他就在背後開槍了 說回特朗普的另一個拍檔 叫蓬佩奧 蓬佩奧 我們要看一看 他 進去霍視 做一個特別評論員 蓬佩奧的高調可以說是美國卸任國務卿來說算是最高調的 他的頻頻曝光 而且也受到廣泛的支持 接下來我認為如果2024年的總統選舉 特朗普拍著他 我覺得 絕對是很大機會 而且蓬佩奧也是深得 很多廣泛的支持 現在 基本上他就好像一個影子國務卿 蓬佩奧當時 所定立的這個 策略 規則 現在的 國務卿布林肯基本上是 可以說是燒規曹除 跟著了 蓬規就報徹 布林肯就跟足了 蓬佩奧的策略 對抗中共 我們現在慢慢看看 整天美國 特朗普很成功 成功是在於哪裏呢 他是把整個民意 營造到中共是我們 最生死存亡的敵人 如果 現在 不去 正史的問題 接下來美國一定是被中共毀滅 所以 民意出來 是使得拜登想含 想奶 也不可以 所以 這一節我們是要表揚 特朗普 蓬佩奧在他任內的出色表現 這節我們暫時說到這裡 拜拜 蓬佩奧 估佩奧